今天过来修一台长虹的定屏空调 这个空调报我F6的故障代码 经过检查以后使内外机连接的传感器械 让老鼠给咬断了 接上去以后空调就修好了 用时十分钟 修完以后隔壁家的饭店 一台美迪的挂机空调坏了 正好也找了一个维修师傅过来维修 这个挂机空调是个变频的 用了大约十年左右 早这位维修师傅一大找就来了 已经修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搞定 他说这个空调不报故障码 我看了以后跟他说肯定报故障 变频空调一般都会报故障码的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然后聊天以后得知这位大哥是修爹式的 他说修爹式比较在行 但是修这个变频空调原理是明白 但是还是修的少 他这个美迪空调开机以后 风机正常运转 压缩机不运转 感觉压缩机刚要转就停止工作了 然后风机转了几秒钟也停止了 我跟他说这时空调不要动 让空调再次启动 过了一会儿 室外机风扇又开始启动 然后又停止 连续三次启动停止 就会报故障码了 经过空调三次运转 终于报故障码P0 然后这位大哥立马在网上搜索P0的维修视频 确定是模块附近的六个检测电阻出现了问题 然后大哥把电阻拆了下来 用万用表进行测量 看这个万用表就知道是老师傅才用的 测量完以后 这个电阻上面的型号是163的 就是16K的 而实际测量以后达到30多K 组织明显变大 但是这位老师傅没有这种型号的电阻 那么怎么办呢 只能找泄露板拆了 然后大哥在工具箱里边 一顿翻找 因为这位大哥平常修电视 所以工具箱只有电视箱的泄露板 然后随便找了一个板 就开始用万用表进行测量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电阻 我仔细看了一下 这位大哥找的泄露板上全是大电阻 并没有贴片的 莫非是想用大电阻代替贴片的 我在那看了一会儿 看得脑袋大 快一上午了 把大哥累得满头大汗 还是没有搞定 所以说我觉得修空调 还是让修空调的人来修 电视和空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虽然是给朋友帮忙维修 但是也要有这个能力才行 最后这个空调修没修好 我也不知道 其实换个外机板都好 本来这个板已经用了11年了 这么修起来的话 也不一定用得住 在那看了一会儿 实在看不下去了 到下一家干活了 大家觉得这位大哥 能把这个空调修好吗 过一段时间 等我再去那家饭店的时候 到时候我问问这个店主 他的空调修没修好 应该修不好就要换版了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